鼻翅不是怕電影 我笑不知道杜Sir說什麼 從來都不參加金像獎 杜其鋒今年雖然依舊不見影 但是昨天出席電影首映時 就大講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 為什麼呢 加因電影商業協會 前金像獎主席各大電影公司老闆 包括林建奧和王八明等 甚至今屆金像獎主席 董事都先後表態 十年不應該獲得這個獎 杜Sir就說今年很有熱情 創作是需要自由的 不需要有速貨是透徹的 因為平心和投票的人都選十年 大家應該要接受 還說林建奧因為政治綁架了專業 直指他不是拍電影 是給錢拍電影 如果真是騎劫得到電影情節的話 那就騎劫了好多年 而惡笑剛才就回應了 先贊對方是好導演 接著就以自己投資餐廳做比喻 道菜好不好味不是由各處去評價 就算米之年都是由很多 不同的專業式評價去評 還說不知杜Sir說什麼 因為以他所知 最佳電影電影評論學會 就選了答血尋妹 而導演會就選了自除威虎山 可能杜Sir是想叫人去看 他最專業的樹大招風